今天那個讚美香可以放垃圾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我們的那個主題是我小時候就會垃圾分類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第二集了 上一集是在前年的時候有點久 相信現場的人可能很少人參加到第一集 那可能也沒有人知道有第一集這件事情 那今天其實是有一點點魚重心長 今天這個節目就有點複雜又有點那個情緒有點多樣 就是待會唱歌唱一唱我們還有那個琴拿樹的示範 那琴拿樹主要呢是在告訴大家說 我們可能有一些那個分類垃圾會比較匪夷所思一點 不知道他該丟哪邊有一點模糊的 那我們透過唱歌然後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那這個主題的發想呢其實是有一點點諷刺的 就我小時候就會垃圾分類這件事情 主要就是說我們長大以後發現那個沒有做好分類的大部分都是大人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比較諷刺的語法 就說我小時候就會了喔這樣 那當然要好好的做垃圾分類 好那我先給大家帶來第一首開場的一首歌 那就是在我這幾天那個精挑細選一選 終於選中一首大家都有聽過的一首那個有關垃圾分類的一首歌 好那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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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祈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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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祈祷